哈喽 大家好 我是戴妮举看非洲 昨天我们做了一次韭菜饺子 今天我们换一种花样 包包子 牛肉 葱花 下着包子 昨天面已经烘好了 今天我们开工 现在牛肉已经剁得差不多了 要开始包了 不过包包子我不在行 就要看同事们表演了 我们同事的话 高手 现在已经喝这个像 这是面 昨天发好的 刚刚按了一下 很大一个洞的 中午就搞这个吃 再加上一点上午补鱼的鱼汤 或者是红烧鱼 包包子的话 我跟杨岳还是第一次包 我们先看一下他的操作 其实看起来还是有这个 这个怎么说呢 看一下吧 还可以了 等一下我来操作一下 我也是第一次包的 还行吧 还行吧 这个说好说 但是要做一下的话 才知道好不好做了 看一下我包的怎么样 感觉上 我跟杨岳包的都差不多 还是有这个款式了 反正跟饺子也差不多吧 只是换一种形式 卖相不好的话 能搞出来 好吃就行了 我们用的这个平底锅 加上这个格子在蒸 第一锅十个 现在已经差不多了 你看有这么大一个个的了 长势还是比较好的 包子已经出笼 不过卖相不咋的啊 颜色也没那么白 还是凑合着 用手拿着搞两个吃 敢专业的还是要差一点啊 不过还是可以的啊 反正第一次做 后面有机会 可以多做两次啊 还可以 这是我们上午抓的鱼 差不多一两多弄好了 晚上就吃红烧鱼了啊 新鲜出炉的合鱼哦 还得要吃两个啊 还是可以的 下次我们真正馒头吃一下 换一下花样啊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介绍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